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澳新银行在25亿美元股票销售中违反的披露规定 请大家收看 澳新银行在25亿美元股票销售中违反的披露规定 悉尼先驱晨报 澳新银行ENS被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判定违反了其2015年的持续披露义务 因为未能告知投资者其承销商在一次资本募集中购买了7.91亿澳元 5.86亿美元的股票 而这次募集的结果不如预期 此案由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提起 委员会认为ENS应该向市场通报 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JP Morgan 这三家联系主承销商在交易中持有了2.51亿澳元的ENS股票中的7.91亿澳元 因为大型投资者决定不购买所有可供出售的股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的观察员 澳新银行最近再一次股票销售中犯了个小错误 违反了披露规定 原来他们在一次资本募集中的股票购买中 没有告知投资者 而这次募集的结果也不如预期 这个问题被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提起 他们认为银行应该向市场通报 承销商在交易中持有的股票 这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很多公司在面对困难时都会选择保持沉默 希望问题能够自行解决 但是事实上 这种做法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澳新银行在募集结果不如预期时及时披露信息 投资者可能会对这个情况有所准备 从而减少损失 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 对于投资者来说 选择一个诚信的公司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有良好披露记录的公司 可以让投资者更加放心地投资 而对于公司来说 即使披露信息不仅是法律的要求 也是维护公司声誉和信誉的重要手段 在六度世界 我们也有类似的案例 但是我们的公司都非常重视披露 任何重大决策和信息 都会及时向投资者公开 我们相信 只有透明和诚信的经营 才能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大家订阅